欢迎来到美厅 说话的最高境界 石油大王洛克菲勒说过一句话 假如沟通是一样商品 我愿意付出比任何事物都高昂的价格来购买 不会沟通的人 总是在无形中为自己筑起一道道围墙 而一张会说话的嘴 往往让我们在生活中好运连连 如鱼得水 说话是本能 但会说话却是需要不断学习的必修课 真正会说话的人都懂得掌控开口的态度 把握言语的分寸 《坏话好说》 《史记》里记载了一个故事 楚庄王有一匹爱马因病而死 为了悼念 他决定以大夫治理将马下葬 此举遭到朝臣强烈反对 认为与理不合 许多大臣以死相见 但楚庄王仍坚持自己的想法 正当群臣摇头叹息之际 侍臣幽梦突然嚎啕大哭 楚庄王吃了一惊 问他 爱卿因何事而哭 幽梦擦着眼泪 说 堂堂楚帮大国 有何事办不到 大王将爱马以大夫治理下葬 不但不过分 还嫌轻事 我请大王以国君之理葬之 这样诸侯们也会知道大楚的威武 群臣听到幽梦的这番话 顿时哗然 楚庄王却沉默不语 良久 他才开口 是我有欠考虑 为马下葬一事 就此作罢 幽梦熟知 楚庄王的性情 知道强颜硬见 只会适得其反 于是先顺着他的意思说下去 含蓄的劝诫 果然一举奏效 曾国藩说 劝人不可止其过 虚先美其长 人喜则语言易入 怒则语言难入 与人沟通的时候 若措辞太过直接了当 容易招致对方的反感 甚至引发争论与冲突 相反 把话说得婉转一些 对方心情愉悦 也就更容易听得进去意见 那些让人不舒服的话 不妨委婉含蓄地说出口 让别人感到舒服 也使自己能游刃有余 事半功倍 狠话柔说 美国心理学家马歇尔说 也许我们并不认为 自己的谈话方式是暴力的 但语言 确实常常引发 自己和他人的痛苦 网友江东流 分享过自己幼时上学的经历 小时候 父亲对他管教非常严格 教育方式也简单粗暴 考试不及格 或是不小心犯了错 对他就是一通臭骂 再不及格 我绝不侵扰你 下次再敢这么干 你就滚出去吧 每当被父亲 劈得体无完肤时 他就特别羡慕邻居小节 小节的成绩也不稳定 但即使考得再差 他爸爸火气再大 也总能压住 他常说的是 你让爸爸不止一次失望了 下次可要好好努力 最终 江东流因父亲的严厉责备 心里不痛快 上课也不专心 成绩不见其色 而小节 由于心里没有负担 成绩反而进步很快 遇到事情 一味说狠话 只能将别人拉入冰窖 让人心里留下阴影 柔和的言语 却如春风话语 更容易让人接受 我有个堂妹 去年入职一所小学 由于刚到新环境 不太适应 她在一次展示课中 评分很低 课后 她被叫到校长办公室 原本做好了IP的准备 没想到校长只说了这么一句话 小丽老师 目前看来 家长把孩子放在你的班上 可能不太放心 你得尽快做出改变 校长温和地劝勉 不仅让堂妹松了口气 也使她真正卸下包袱 专心改进 不久便夺得了第二次考评投名 循则有说 商人之言 身于毛脊 与人善言 暖于步驳 急言立色 言辞中 家强带棒 往往给人造成 难以愈合的伤口 而温言细语 却能以柔克刚 融化人与人之间的冰山 说话柔和 并非刻意讨好 而是把别人放在心上 处处体谅 话留三分软 人留七分暖 开口时 语速适当放慢 语气尽量温和 与人交往 自然更加顺心 大话小说 有句话说 骄傲是失败的开头 狂妄是智慧的尽头 一个人若是太高估了自己 注定就要输得一败涂地 在某期非你莫属中 一位叫杨兴祥的求职者 一上场就许下豪言壮语 他扬言自己是商业奇才 愿意用智慧帮助企业家们功成名就 并提出了月薪九万的条件 可当企业家们问起过往成绩时 他又拿不出一个成功的案例 面对百合网创始人 慕言提出的质疑 他非但没有做出解释 反倒说要给对方上一课 结果第一轮投票的时候 在场的企业家们全都灭了灯 直接当场把他当场淘汰 老子有句至理名言 大象无形 大因牺牲 声调越高的人 越不会有太大的出息 真正有实力的人从来嗓门都不大 孔子讲过一个故事 鲁国有个将军叫孟之反 在军队打了败仗时 他主动率领部下殿后 抵挡敌军追击 等到安全回城后 大家都赞扬他 他却回答道 并非是我勇猛 实在是我的马不肯走 孟之反的英勇有目共睹 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趾高气扬 大张其能 相反 他一直谦让 毫不鞠躬 因而人们更加敬佩他了 曾国藩有一句名言 不说大话 不物虚名 不行架空之事 不谈过高之理 真正的强者 从来不会高谈阔论 吹嘘自己 而是在低调中 不断完善自身 行走于世 多检视自我 找到自己所处的位置 把自己看小 把事情做大 才能不断增加人生的宽度和广度 极话缓说 礼记中说 水深则流缓 人贵则雨迟 说话太急 往往无端生出是非 开口慢半拍 才是化解矛盾 维系关系的良方 两年前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 曾因工作和一位同事起了争执 当时 我们共同负责制作一期产品广告 我负责前期统筹和文案脚本 他负责拍摄和剪辑 但拍摄过程中 我们却在很多情景与构图设计上 产生了争执 有次我直接就急了 当着整个团队的面说 之前沟通得很明白了 你到底能不能配合 不行就换人 顿时把场面弄僵了 这位同事不仅拒绝在跟我对接 私下对我也疏远了 虽然当时是因为工作 没达到预期效果 心里着急 但这样当众让人难堪的说话方式 不仅没解决问题 也让我失去了一位 并肩作战的伙伴 从那以后 我才懂得在说话之前 先在脑海中过一遍 剥离掉情绪再开口 很赞同赛涅卡说的一句话 治疗愤怒最好的办法是等待 人越是急躁的时候 越容易说出一些冲动的话 当我们有情绪的时候 话到嘴边 再等一会 对于事情就会有不同的结果 历史上 狼牙王室家族是赫赫有名的豪门大族 从汉朝到清朝的一千多年间 狼牙王室出了三十六个皇后 三十六个驸马 封侯拜向者 更是数不胜数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狼牙王室如此兴旺 全凭一句六子家训 言一慢 心一善 正如曾国藩所说 言语迟钝 举止端重 择得尽矣 走得太快 便容易跌倒在地 说话太急 就可能招致是非 与人交往 多给自己留一点沉默的时间 守住做人分寸 有话慢慢说 为思考留有余地 也让彼此留下体面 作家王室曾说 一个人有没有水平 主要表现在说话上 说出口的言语 不是简单的汉字组合 而是一个人内心情感 和为人境界的流露 做一个会说话的人 不光用嘴 更要用心 说得多 不如说得对 说得对 不如说得好 好好说话 温暖他人 也成就自己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 祝你生活愉快 留下来 我再来 我再来 你 我再来 我再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